好 在發表文章裡面 這邊各位看左手邊這邊發表文章 各位點進去以後 我們剛剛講啊 說這裡面有三大最重要的要素 一定要用 因為呢 第一個 大家最常忘記的就是標題 常常大家一開始就開始打文章 一直打一直打 這個都不管 就沒有標題了 第二個要素呢 我把它稱作圖片 因為要有圖片來吸引的 第三個呢 文章裡面有關鍵字 什麼叫關鍵字呢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各位的網站裡面 是不是有這個描述 是不是底下有什麼關鍵字 第一邊這樣寫比較快啊 第一邊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描述有沒有 例如說 複製一下 你的標題要設什麼 標題 來各位看你的講義 那一份講義裡面 解個老師在第一篇文章裡面有沒有 你就寫網站簡介對不對 網站簡介要寫什麼 你就寫我這個網站到底在做什麼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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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假設 解個老師的這個文章標題設的是這個喔 好 第二個呢 我就要在這邊描述了 描述這個 兩小時輕鬆學會APP製作 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在這邊開始寫對不對 那開始寫的時候 偷欄一下 因為我已經有簡單的文章 我就複製一下 如果各位沒有呢 你就要自己想拿 我這邊有 我就先複製一下相關的內容 好 接著呢 各位圖片 那圖片呢 你可能有你自己的 自己的圖片啦 或者呢 你可能在網路上會有圖片 那網路上的圖片呢 我們通常會去 Google上面找 例如說 我找一個APP 打一個APP就好了 接著 仔細看 點圖片 是不是找到很多APP相關的圖片 對不對 是不是找到非常多 很多都國外 那假設我就放一個 你要放這個 通常都要放那個 比較要沒有版權爭議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找 好 你看這個是蘋果的圖 對不對 這個不會有版權爭議嘛 就按右鍵 或是呢 各位點一下 好 把這個圖呢 各位 這種圖有兩種方法 也就是第一種方法呢 按右鍵 複製影像 這是第一種方法 但是我不建議各位用這個方法 各位有學過網頁 有學過網頁就知道 這個方法叫什麼 這只是個連結 我稱它這種叫做偷圖而已 如果對方網站把這個圖刪掉了呢 你的圖還在嗎 不在喔 就變一個叉叉 變一個叉叉包 變一個叉叉 所以不建議各位用這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才是捷克老師推薦大家用 按右鍵 另存影像 這個各位一定要學起來喔 不要用剛剛的那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 就是盡量不要用 接著我把它存下來 各位可以存在你的隨身碟 盡量存在你的隨身碟 未來要用還可以繼續用 先把它存擋起來 接著 在這邊呢 各位呢 上傳圖片 好 就放在系統項目好 這個標題呢 待會再來設 先選擇檔案 在這邊 好顯示的尺寸呢 我們讓它顯示 以我們的版面來講 一般各位 我們大部分都用這個600 用這個1024太大 怕太大 不會超出去 這個標題呢 你可以把它拿上去 然後再往下拉 我只有一張嘛 你可以放很多張喔 這樣送出 好這時候這張圖在哪裡 就在我們的SERVER上 別人刪掉呢 我們會被刪掉嗎 就不會了 雖然第一種方法比較快 但是呢 別人刪掉你就沒有了 因為圖片在別人家 現在這個圖片在我們家 你都永遠不用擔心被刪掉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喔 第一個 標題 還有呢 圖片 第三個 關鍵字 捷克老師這邊的關鍵字 APP製作 我的裡面呢 各位 你是看到什麼 最熱門APP行銷 所以我要加什麼 我一定要再加一個 你一定要把你的裡面 加一些 關鍵字 例如說 兩小時製作專屬的 手機APP 那 在這邊呢 加一個最熱門的APP製作 好了 以後我們往下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式 後面還會講到 那個超連結要加 因為一次講太多 通常大家都只記得前面 好 再來呢 這裡 各位這個標籤 要設什麼 是不是也可以設一個叫做 APP製作 標籤就是分類 這邊文章的分類 標籤打上去 這個人分類呢 就不設了 全站分類一定要設 這裡有 有一個星星 代表全部要設 所以我這個算是 數位生活 再來呢 文章的狀態 要不要自抵 不要自抵 這是公開的 開放所有人留言 等等的 還有呢 不要同步到Facebook 因為我這是練習文章 所以 捷克老師不同步 如果你的不是練習文章 你就可以同步 好 再來呢 各位 當你文章寫了寫 寫到一半的時候 剛剛有同學問捷克老師一個問題 他說捷克老師 我要設同步對不對 我每次一發表文章 還沒寫完也發布啦怎麼辦 還沒寫完請各位用儲存草稿 這邊有一個儲存草稿 他自動幫你存有沒有 59分嘛 8點59分嘛 儲存草稿以後呢 在文章列表裡面 你就會看到一個草稿 這邊 是不是出現草稿 這邊有一個草稿 這草稿都沒有公開 都沒有發布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點一個編輯 就可以進去 進來繼續寫 等你真正寫完以後 按一個儲存文章 接著呢 再把這一篇 勾起來設定文章狀態 開放 現在 試一下 有沒有 點開放 那狀態就變開放 就已經發布出去了 這時候發布出去 那各位在寫這個文章的時候呢 小細節 什麼叫小細節呢 各位這個標題 還有文章內容寫好以後有沒有 你們喔 發布出去 盡量不要刪掉 記得喔盡量不要刪掉